I can say that again You can say that again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刚才的片段中出现了 You can say that again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明白它的意思的话 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 你再说一遍 想想一个场景 你一遍遍地被要求再说一遍 这场对话就成了似循环了 实际上 You can say that again 表示 同意 你说得很对 不怪咱们中国人理解不到位 实在这话说得太曲折了 说得对就说得对嘛 为什么让我再说一遍 你觉得对的话 应该你重复一遍嘛 可能老外觉得 某人说的话对时 就认为可以把话再说一遍吧 同样意思放在咱们中国人这儿 多半是 这话中听 让我再听一遍 咱们一起来看个例子 Sh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erson I've ever met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她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人了 你说得太对了 学会了吗 下回对方跟你说 You can say that again时 你可千万别再重复一遍自己的话 而你要赞同对方的话时 也可以说 You can say that again 但如果对方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应该解释清楚 可千万别把那句话 无限循环下去 时代 回头